三国演义中有一将领战力被高估,被吹了上千年,真是实力难尽前八。 很多人吹嘘典维的武力,主要是因为他忠于曹魏,为曹操献出生命,他的敬业奉献精神固然可贵,但这不能跟他的武力直化等号。 事实上,典维战力难尽前八,不要说排第三了。 下面,请大家跟着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。 典个订阅不迷路,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。 典维是陈流人,这个地方历来出人才,无论谋士还是武将,三国演义里,夏侯敦给曹操说,子乃陈流人。 姓典,名为,永历过人,就跟张淼,与帐下人不合,手杀数十人,逃窜山中,蹲出射猎,剑为主虎过剑,应收于军中,金特剑之于宫。 通过夏侯敦这段引剑的话,我们可以知道,典维最大的长处就是永历过人。 这四个字包括两个意思,一是勇,极胆子大,二是力,极力气大,这跟曹操后来收服的许楚是一样的。 许楚的特点也是永历过人,许楚碰到谁,都不服气,这就表现他的胆子大,能跟人打一天半日的还不服输。 许楚的另一个特点也是力气大,许楚曾经一把把马超的枪杆给撅折了。 为了表现典维的永历过人,夏侯敦首先跟曹操举了两个例子,一是典维曾经因为跟人不合,杀了手下数十个小喽啰,二是典维在山剑中追着老虎打,怕曹操不信服。 夏侯敦接着又举了两个例子,他曾为有报仇杀人,提头直出闹事,数百人不敢进。 至今所使两只铁锦,重八十斤,鞋至上马,运使如飞,但是曹操还真有点不信。 毕竟曹操在似水关见识过真名将的风采,那就是关羽。 当时关羽温九斩滑雄时,用的青龙眼月刀也是八十多斤的,点为一看新老板不信自己的能力。 当场就验货,将一帮小兵何力都扶不住的帐下大旗,以一只手扶得稳稳当当,威风凛凛。 曹操的评价是,此古之恶来也。 恶来是商朝末年的人,商周王手下的大将,他最出名的就是力气大,勇力过人。 曹操把点为比作恶来,也只是看重他力气大。 当然,点为不光力气大,多少也有点技术,那就是头起的技术。 后来他就曹操的时候,曾经飞几次敌,准头还可以,为乃飞几次只,一几亿人坠满,并无虚发,力杀十数人。 但是,这也是晋升技术,必须在五部以内才有准头。 可见,点为实战技能上,也就靠力气大撑着。 三国演义中,纯靠力气加一点点技术,这样的武将的巅峰也就是徐楚了。 有人问徐楚技术为何粗糙,看徐楚大战马超就知道了,马超力气虽然不如徐楚大,但枪技金属,徐楚拿马超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后来曹老板看徐楚要吃亏,赶紧派人加进马超,那些比徐楚厉害的武将不但力气大,而且实战技巧上更强。 可以说,谁有打赢徐楚的实力,谁才有进入超一流武将行列的可能,否则最多跟徐楚半斤八两。 点为技术粗糙,面对同样技术不惊的徐楚,也就打个半斤八两。 点为这个人,跟着曹操算是早的了,比徐楚徐晃这几个曹操后来手底下最勇猛的战将都要早。 可点为的战绩,远不如徐楚和徐晃,主要是他是曹操的贴身保镖,没太多机会冲锋陷阵。 但是,给点为机会的时候,他也不顶用啊,点为死前,他有很多机会对阵吕布,关羽,张飞这些当是猛将的,可他都没拿出太多战绩。 比如曹操在濠阳大战吕布的时候,当时吕布不听成功劝阻,带领人马出城大战曹操大军。 吕布自信天下无敌,根本不把曹操手下几员大将放在眼里,吕布曰,不怕谁来,遂不听公言,引兵出阵,横几大骂,徐楚便出,斗二十和,不分胜负,曹曰,吕布非一人可胜,便差点为助战,两将加攻,左边下侯蹲,下侯渊,右边离点,乐尽其道。 六元将共攻吕布,不遮拦不住,拨马回城,这一战,徐楚先出马,徐楚果然是勇力过人,跟吕布斗了二十回合,竟然没败。 问题是,曹操已经看出,再打下去徐楚要败了,所以说吕布非一人可胜,又派出点为出战。 结果点为和徐楚两个人合力对打吕布,竟然也没有任何胜算,曹操无奈又派了四元大将出马,吕布遮拦不住,才拨马回城了,六个人打一个人,还让对手从容拨马回城了。 这还没留观张三英战吕布时效果好呢?三英战吕布时,吕布荡开阵脚,倒托画脊,飞马变回。 那可是狼狈多了,如果真像有人吹的一吕二兆三点为中那样,点为那样强大,吕布哪里至于拨马回城如此从容? 实际上,点为的上限就是徐楚,而徐楚上边还有七八个人。点个订阅不迷路。 一关历史,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。 我们先说,点为确实没有打赢徐楚的实力,二人最多半斤八两,为大怒,挺双几向前来战,两个从臣至五,不分胜负,各自少些,不一时。 那壮实又出诺战,点为一出,直战到黄昏,各依马伐暂止,点为手下军土,非报曹操,操大惊,蒙引众将来看。 次日,壮实又出诺战,后来曹老板爱惜人才,逆使人爵下陷坑,暗幅勾手,才捉到了徐楚。 如果点为真比徐楚强,曹老板也不必费这个心思了。 而三国里比徐楚强的,我给大家说说。 吕布,徐楚接了吕布二十回合,显露败迹。 曹操派点为加攻,仍打不赢,可见吕布远强于徐楚。 关羽,关羽曾经一人奋力杀退徐楚和徐晃二人,注意,是杀退,意思是徐楚和徐晃二人合力都没打赢关羽,徐楚实力不用说。 徐晃曾经跟徐楚五十回合不败,即便稍弱于徐楚,差得也不太远。 张飞,曾经两次打败徐楚,第一次,张飞呼吁徐楚,便与交锋,徐楚不敢恋战,夺路走脱。 也就是说,徐楚跟张飞打了一会儿,没打过,夺路逃走了。 第二次,醉酒的徐楚,站不述和。 被飞一毛刺中肩绑,翻身落马。 这一次徐楚因为大罪,战力受损,即便不算,第一次可是实打实地败了。 何况当羊桥时,徐楚见了张飞也不敢出手,可见,自认为不如张飞,马超。 徐楚曾经跟马超大战了二百三十回合,双方当时从马上打到马下。 可是曹老板一看形势不对,徐楚要落败了,赶紧派人加击马超。 可见,再打下去徐楚要败,严良闻瞅。 严良曾经二十回合打败徐晃,真实实力恐怕高于徐楚,徐晃应声而出,与严良占二十和,败归本镇,诸将丽然,赵云,在长板泼石。 赵云大杀四方,气劲气出,把曹操手下一帮大将给看傻了。 为何没人敢单独挑战赵云呢? 因为曹操手下最勇力过人的徐楚,曾经吃过赵云的亏。 曹操在阳山大战刘备,刘备在马上朗诵一代赵, 气得曹操吹胡子瞪眼,派徐楚出战,刘备这边派了赵云。 二将相交三十和,不分胜负,然后刘备的伏兵官与张飞从两面杀出,把曹操打得大败。 之后曹操用忌夺了刘备粮草和后路,刘备仓皇逃跑,是赵云护着他跑的。 赵云曰,主攻勿忧,但跟某来,赵云挺枪跃马。 杀开条路,玄德撤双骨剑后随,正战间,徐楚追至,与赵云立战,背后于尽。 李典又道,玄德剑势威,落荒而走,玄德正荒,方御自战,高揽后军忽然自乱,一将冲阵而来,枪起处,高揽翻身落马,是之,乃赵云也。 从此以后,徐楚再也不敢跟赵云单打独斗了,很显然,徐楚在这里吃亏了,赵云不但打跑了徐楚,夺路来救刘备,还一招秒了实力强劲的高揽。 所以在长板坡,徐楚见了赵云不敢出战。徐楚号称虎后,什么时候怕过?他在长板坡一怕赵云,再当杨桥二怕张飞。 无非是二人实力确实强过他。张辽?张辽前期没咋跟超一流武将打过,但关羽曾经对张飞说,此人武艺不在你我之下,关羽向来眼高于顶,能让他说出这句话,可见张辽水平应该高于徐楚。 实际上,关羽大战过张辽,很了解张辽的水平,那是吕布在小配音了刘备以后,打得刘备仓皇而逃,吕布派张辽追赶,关羽帮刘备断后,后而张辽赶来,关公敌柱,再如此紧急关头。张辽竟然没死在关羽刀下,之后关羽对张飞说,此人武艺不在你我之下,因我以正言敢之。 颇有自毁之心,故不与我等战二,这么算起来,战力高于徐楚的,至少有吕布,关羽,张飞,严良,文丑,马超,赵云,张辽等八人,点为打了一天没打赢徐楚,他又有何能力敢说打扮上边这八人,又有什么本事能排到第三? 一吕二照三点为,四关五马六张飞,黄许太孙两下猴,二张徐旁甘周魏,枪神张秀和文言,虽勇无奈命太悲,三国二十四名将,打磨邓爱和江维,这个民间顺口溜,有人说是明末清初的毛宗港搞出来的,他学今圣探评点,谁虎转,也摆弄了一番,三国演义。 无论是不是毛宗港搞的,这个顺口溜所搞的,三国演义,武将排名,很显然极不合理,至少关羽排到第二没问题吧,赵云虽然战绩辉煌,但我看也未必能进前三名,马超跟张飞半斤八两,凭什么马超要在张飞之前,严良文丑这两个比曹操手下所有人都强,很明显要比徐楚强点的,为何只能排到后面? 所以这个排名,未必就是按照武力值进行排的,有人说是为了押韵,这还有点道理,但是把点为排那么高,就有点匪夷所思了,论名气,关羽张飞都比点为大。 论中意,千载之下,谁还比得过关羽?有人说点为为了曹操而死,忠心护主,死得壮烈,可关羽不是更壮烈,更卑壮。 这个排名,把点为高估得那么厉害,实在令人费解。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。